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夫人 蜜雪兒保持沉默多日後 終於在週五公開表態 支持賀錦麗攪拄美國總統大衛 我們叫了說 Michelle和我們不能更加誇張 支持你 我們可以做到所有的事 讓你進入這個選舉 然後進入總辦公室 大佬終於發聲歐巴馬的背書 也為賀錦麗的競選 注入另一波新動能 賀錦麗團隊表示 他們要乘勝追擊 將在密西根 北卡 威州和賓州等 關鍵選戰州舉行造勢活動 另外副總統也在他向來 比較不拿手的外交上 敬一份心力 週四在華盛頓會見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雖然賀錦麗認同以色列有自衛權 但她挺以色列的力度 顯然跟拜登不同調 賀錦麗還呼籲要盡快達成 聽火協議 更明確向納坦雅胡提到 唯一解決戰爭的方式 就是兩國論 讓巴勒斯坦在戰後正式建國 至於在競選路上 賀錦麗開設了TikTok帳號 而且Pol的第一段短影音 就在六小時內 吸引將近六百萬次觀看率 明顯要拉攏年輕選票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